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态保护故事 野生路的消失为澳大利亚大宝礁的平背海龟带来了新的希望 位于昆士兰州的野鸭岛 经历了一场针对这些入侵物种的成功根除行动 这不仅改善了海龟的繁殖环境 还为整个生态系统的恢复铺平了道路 此外,我们也将关注新斯科社省的无家可归者庇护村计划 省政府正致力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稳定的过渡性住房 这是该地区面对住房危机的重要一步 而在全球金融市场上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降息决策也对澳洲的经济前景产生了重大影响 澳洲储备银行面临着重新评估利率的压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澳大利亚的大宝礁上一个名叫野鸭岛的小岛上 近年来发生了一场精彩而动人的生态保护战役 为当地的平背海龟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个小岛位于昆市兰州中部的海岸线上 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生态系统 然而自2005年起 非法引入这片330公顷岛屿的野生路 开始对当地的海龟生存的构成威胁 因狩猎而来的路迅速繁殖严重破坏岛上的植被 对于海龟的繁殖造成了严重干扰 南大宝礁的首席护林员大卫奥基尔David Orjo 描述了这些路是如何在海龟上岸产卵时 频频出现于沙丘之中 迫使海龟无法顺利产卵 不得不返回水中 这样的情况对海龟的繁殖行为和成功率 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甚至还有路会踩踏到海龟的蛋 导致大量的幼龟无法孵化 奥基尔愤慨地说 当海龟准备产卵时 如果有任何干扰 它们会立刻返回水中 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 这一情况持续了数年 直到2018年 研究人员才首次确认了 路对海龟巢穴的破坏性影响 随后展开了一场 针对这些野路的根除行动 这项行动得到了昆士兰环境 科学与创新部 以及多个政府机构的支持 启动了一个长期的控制计划 利用热成像摄像机 进行空中和地面射击 奥基尔表示 到2023年 我们已经成功消除了 大约272之路 这一数字背后 致无数生态保护工作者的 默默奉献和坚持 今年早些时候 岛上安装的44个远程摄像头 并未捕捉到任何野生路的影像 标志着这场行动的成功 昆士兰环境部表示 这是澳大利亚国家公园 岛屿上首次 记录到的野生路根除行动 奥基尔强调 这项技术 不仅仅有助于野压岛的生态恢复 也对大宝礁上 其他受害于大型入侵物种的岛屿 产生了积极影响 他提到 在大宝礁的多个岛屿上 如野生山羊和野猪这样的害兽 也在受到控制 这项技术正在成为 根除行动的一个真正变革者 昆士兰保护理事会主任代夫科佩曼 Dave Kopman表示 持续的资金支持 对于保护和管理国家公园 至关重要 他说 这是个好消息 我们强烈欢迎 对于处理入侵物种如露的投资 科佩曼希望 未来能在全州范围内 看到更多的投资 以保护这些珍贵的生态系统 这场针对野生路的根除行动 不仅为海龟的繁殖 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也为整个生态系统的恢复 带来了新的希望 同样 另一场关于社会福利的行动 也在新斯科社省展开 达特茅斯的班克罗夫特项地区 近日被宣布为 无家可归者庇护村的最终位置 社区服务部 常布兰登 马奎尔 Brandon McGuire 在周三宣布 省政府去年购买的一些 剩余庇护所将设置在这里 其余的 则将位于哈利法克斯的 克莱顿公园 Clayton Park社区 这些70平方英尺的庇护所 由玻璃纤维制成 内部配备床 桌子 小储物空间 以及供暖和冷却系统 为无家可归者 提供了一个安全 稳固的临时住所 省政府购买了 200个这样的庇护所 花费了750万家园 这些庇护所已经在 夏萨克维尔 Lower Sackville 达特茅斯的亚特兰大街 Atlantic Street 肯特维尔 Kentville 和悉尼的惠特尼码头 Whitney Pier地区运营 马奎尔表示 最终的村庄位置 由哈利法克斯市政当局决定 并指出他们不再经营露营地 而是提供住房和过渡性住房 克莱顿公园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该地点位于自由党省议员拉法 迪克斯坦佐 Raffer De Costanzo的选区 在省议会的提问时间 迪克斯坦佐询问马奎尔 有关新建设的情况 并指出 在加拿大运动中心附近 有重型机械在工作 马奎尔确认 这是另一个 Pellate庇护村的选址 并表示 这些设施 是与哈利法克斯市政当局 共同选择的 一些庇护村 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 他们对安全问题 和缺乏咨询表示担忧 并呼吁提供 24小时的安全保障 省政府一直与社区团体合作 管理这些庇护所的运营 庇护村的工作人员 旨在帮助居民 连接成瘾和心理健康服务 并寻找就业和永久住房 截至9月11日 新斯科社省 可负担住房协会的名单显示 哈利法克斯 有1264人 需要安全的居住场所 而在城市和新区域 露宿的无家可规则 约有160人 在全球金融体系中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的降息决定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最近 FED在华盛顿的两天会议后 决定将其关键利率 下调半个百分点 这一举措震撼了金融和商品市场 并对澳洲储备银行 RBA施加了压力 促使其提前考虑降息计划 在此次会议上 FED的利率设定委员会 以11比1的投票结果 将关键贷款利率 调整至4.75%至5%之间 这是自2020年初以来的首次降息 当时 FED为应对 COVID-19疫情 将利率降至0 FED主席鲍威尔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一重新校准的利率设定 应该能够确保 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稳定 鲍威尔预测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降息 预计到今年年底 贷款利率将降至约4.4% 到2025年底 将进一步降至约3.4% 他强调 这次超出预期的降息 为银行在应对经济变化时 提供了更多选择 在澳洲 储备银行行长 米歇尔 布洛克 Michelle Bullock 也对近期降息表示关注 根据金融市场的预测 澳洲RBA在12月会议上 降息的几率高达97% 市场预计到明年年底 还会有四次降息 这将使官方利率降至3.1% Fed的降息 立即影响了全球货币市场 美元对大多数主要货币的价值下跌 澳元在公告后 上涨了半美分 突破了68美分 这将有助于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 对RBA降低通胀的努力 是有利的 西太平洋银行 和联邦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 即将公布的8月份月度 通胀数据将显示价格下跌 预计年通胀率将降至2.7% 鲍威尔强调 尽管美国通胀已经大幅下降 但仍高于Fed的2%目标 而澳洲的通胀目标范围 为2%至3% 他表示 Fed的耐心确保了通胀风险 现在可能偏低 而不是过高 这次Fed的降息决策 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进行 特朗普曾警告Fed 不要在选举日前降息 鲍威尔表示 这是他在Fed任内 第四次在总统选举期间 做出利率决策 但他强调选举并未被讨论 并指出 那些不受政府干预的中央银行 通常拥有较低的通胀率 现今 全球经济的变化 和各国央行的政策动向 将持续影响市场 投资者和消费者 都在密切关注未来的经济走向 和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澳大利亚大宝礁的一个名为野鸭岛的小岛上 野生路的消失为当地最大的平背海龟巢 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些野生路原本于2005年 非法引入岛屿 最初目的是未了狩猎 然而 这些路对岛上的植被造成了严重破坏 并威胁到了平背海龟的生存 据南大宝礁的首席护林员 大卫 奥基尔 David Orjo 表示 这些路经常在海龟上岸 产卵时出现在沙丘 干扰了海龟的繁殖 甚至有路采踏到海龟的蛋 直接威胁了海龟的繁殖成功率 2018年 研究人员首度发现 这些路对海龟巢穴的破坏性影响后 决定展开针对这些野生路的根除行动 这项行动 得到多个政府机构的支持 昆士兰环境 科学与创新部 启动了一个长期的控制计划 利用热成像摄像机 进行空中和地面射击 到2023年 已成功消除了大约272之路 岛上安装的44个远程摄像头 在今年早些时候 并未捕捉到任何野生路的影像 标志着这项行动的成功 昆士兰环境部表示 这是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岛屿上首次 记录到的野生路根除行动 奥吉尔强调 这项技术不仅对野牙岛有帮助 还对大宝礁上其他拥有大型骇兽的岛屿 产生了积极影响 例如 在大宝礁的多个岛屿上 像野生山羊和野猪这样的骇兽 也在受到控制 昆士兰保护理事会的主任 代夫科佩曼 Dave Copeman 表示持续的资金支持对于保护和管理国家公园 至关重要 他强调这是个好消息 并欢迎对于处理入侵物种如露的投资 这场针对野生路的根除行动 不仅为海归的繁殖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也为整个生态系统的恢复 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新斯科社省达特茅斯的一个地区 被宣布为无家可归者庇护村的最终位置 省政府去年购买的一些剩余庇护所将 设置在班克罗夫特项 Bancroft Lane 其余的则位于哈利法克斯的 克莱顿公园 Clayton Park 目前 19个庇护 所在夏萨克维尔 Lower Sackville 运营 41个在达特茅斯的亚特兰大街 Atlantic Street 运营 20个在肯特维尔 Kentville 35个在悉尼的惠特尼码头 Whitney Pier 地区 去年秋天 省政府花费750万家元 从美国公司Pallet 购买了200个临时住房单位 这些70平方英尺的庇护所游 玻璃纤维制成 内部配备床 桌子 小储物空间 以及供暖和冷却系统 马奎尔表示 最终的村庄位置 由哈利法克斯市政当局决定 并补充说 省政府不再经营露营地 而是提供住房 与过渡性住房 克莱顿公园的位置 位于自由党省议员拉法 迪克斯坦佐 Refa de Costanzo的选区 目前该地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马奎尔确认 这是另一个 Pallet庇护村的选址 该地点 是与哈利法克斯市政当局 共同选择的 省政府一直与社区团体 合作管理 Pallet庇护所的运营 庇护村的工作人员 旨在帮助居民 连接成瘾和心理健康服务 并寻找就业和永久住房 根据新斯科社省 可负担住房协会的名单 截至9月11日 哈利法克斯 有1264人 需要安全的居住场所 而在城市和新区域露宿的 约有160人 这一情况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全球金融体系中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 无疑是最重要的中央银行 最近 Fed决定将其关键利率 下调半个百分点 这一举措 对澳洲储备银行 RBA 施加了压力 促使其提前考虑降息计划 在此次会议上 Fed的利率设定委员会 将关键贷款利率 调整至4.75%至5%之间 Fed主席鲍威尔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一重新校准的利率设定 应该能够确保美国经济 和就业市场的稳定 并预测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降息 澳洲储备银行行长 米歇尔 布洛克 Michael Bullock 也对近期降息表示关注 市场预计 到明年年底 还会有四次降息 这将使官方利率 降至3.1% Fed的降息决策 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进行 但鲍威尔强调 选举并未被讨论 并指出 那些不受政府干预的中央银行 通常拥有较低的通胀率 Fed的降息 立即影响了全球货币市场 美元对大多数 主要货币的价值下跌 而澳元在公告后上涨 突破了68美分 在此背景下 全球经济的变化 和各国央行的政策动向 将持续影响市场 投资者和消费者 都在密切关注 未来的经济走向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海归潮的未来 确实因为消灭野生路 而变得更加光明 这些路对于植被的破坏 以及对海归产卵的干扰 是不容忽视的 毕竟 平背海归可是 大宝礁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 这些海归可能会 面临灭绝的危险 正如环境保护学者 约翰·穆尔所说 每一个物种的消失 都是对生态系统的重创 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保护这些珍贵的生命 哈哈 楚天书 你真是把野生路 当成了坏蛋 但是你知道吗 这些路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啊 它们不过是被扔进这个岛上的外来客 人类一方面引进它们 然后又说它们是破坏者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还记得澳大利亚的兔子灾难吗 我们应该深思的是人类的干预 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消灭动物 谢奇奇 我看你是要给鹿颁发最无辜生物奖吗 事实摆在眼前 这些鹿就是对海龟繁殖造成了威胁 根据昆士兰环境部的数据 272只鹿被根除之后 海龟巢穴的成功率显著提高 这可是用数据说话的 不仅如此 这项技术还能应用到其他岛屿上 帮助控制山羊和野猪等害兽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为什么不呢 楚天书 我们不是在讨论数据 而是要看整体的生态平衡 你一边消灭路 一边引进新技术 说不定某天又要消灭新冒出来的害兽 你这是解决根本问题吗 如果我们不反思人类的行为 生态系统只会越来越混乱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些鹿也是生态的一部分 为什么不能找到一个共存的方法呢 谢琪琪 我看你是打算开一个生态和谐共存大会了 但现实是 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平背海归 这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报告 平背海归属于异为物种 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它们可能会灭绝 我们不是在玩什么生态共存的理想游戏 而是在抢救一个兵为物种 这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至少是有效的 楚天说 你这脑袋真是救火队长思维 确实 保护平背海归是重要的 但这不是说我们要一刀切地消灭其他生物 还记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吗 他说过 最好的社会是能够包容多样性的社会 我们应该寻找一个能够平衡生态的长期方案 而不是一味地用消灭来解决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海洋归巢的未来因为消灭野生路而变得更加光明 科学家们的最新冒险故事来自澳大利亚大宝礁的一个小岛 听起来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场景翻版 只不过这次主角不是恐龙 而是鹿和海龟 这个名叫野鸭岛的小岛曾经被一群非法引入的野生路霸占 对岛上的植被造成了重大破坏 甚至威胁到屏辈海龟的生存 这些路的存在对海龟产卵造成了极大干扰 甚至有些路会踩踏到海龟蛋 让海龟妈妈们都心碎不已 然而 科学家们决定对这些破坏生态的路实行零容忍政策 从2018年开始 他们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路除行动 这次行动甚至得到了昆士兰州多个政府机构的支援 通过空中和地面射击 以及热成像技术的帮助 他们逐步消除了这些路 到2023年 岛上的44个远程摄像头为捕捉到任何野生路的身影 这场行动被认为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次行动对不仅对野鸭岛的海龟有利 还对整个大宝礁生态系统带来了积极影响 其他岛屿上的野生山羊和野猪也在控制之中 这项技术正在改变生态保护的方式 昆士兰保护理事会的主任代夫科佩曼强调 持续的资金支持对于保护这些珍贵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这场针对野生路的行动 不仅为海龟的繁殖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也为整个生态系统的恢复带来了新的希望 最后85个由辛斯科蛇省购买的货柜庇库 所将前往达特茅斯和克莱顿公园 在辛斯科蛇省,无家可归者庇护村的选址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达特茅斯和克莱顿公园将成为这些可移动庇护所的新家 这些仅70平方英尺的庇护所内部配置齐全 包括床、桌子、小储物空间以及供暖或冷却系统 堪称无家可归者的豪华小窝 然而,这一举措并非一帆风顺 省政府购买的200个庇护所中 部分已经在不同地区安装并投入使用 但剩余的85个庇护所的分配问题仍在讨论中 克莱顿公园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地区居民对安全问题和缺乏咨询表示担忧 甚至呼吁提供24小时的安全保障 省政府与社区团体合作 管理这些庇护所的运营 还旨在帮助居民连接成瘾和心理健康服务 并寻找就业和永久住房 这一举措受到无家可归者及其支持者的欢迎 能够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 也让社会对无家可归者的关注度提高 美国降息对澳洲央行施加压力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最近的降息举动 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震动 FED的利率设定委员会以11比1的投票结果 将关键贷款利率调整至4.75%至5%之间 这让很多经济学家和市场参与者感到意外 FED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次降息是为了确保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稳定 并预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降息 这一举动对全球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 澳洲储备银行、RBA也受到了压力 可能提前考虑降息计划 根据金融市场的预测 澳洲RBA在12月会议上降息的几率高达97% 预计到明年年底 官方利率将降至3.1% FED降息对全球货币市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美元对大多数主要货币的价值下跌 澳元在公告后上涨了半美分 突破了68美分 这将有助于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 对RBA降低通胀的努力是有利的 FED这一决定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进行 对市场产生了广泛影响 也让全球经济和各国央行的政策动向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 随着澳洲和其他国家的央行可能跟随降息 全球经济的走向和市场的反应将成为投资者和消费者密切关注的焦点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